Hello 大家好 我是GiGi 今天又是我們Youtube比班時間 早前我發佈了一條影片 《原野之自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這條影片我去用了偏向電影感的手法 去拍攝和製作 全程就是用一部手機iPhone去拍攝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8個在拍攝上和後製上的小技巧 瞬間令影片更加有質感更加有溫度 第一點 保持畫面穩定 防止鏡頭震動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畫面穩定的重要性 尤其是電影感的影片 如果畫面鏡頭不停閃動 不停震動 不停震動 其實觀眾看上去的影片會覺得很辛苦 而影片的質素也會驟然下降 很多時候我出外拍攝 我都可以靠一部手機搞定 加上這個Stabilizer 就天下無敵了 這個Stabilizer價錢也不算太貴 大概只有1000元左右 但如果你是用手機拍攝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去買一部 拿著Stabilizer可以令你手機拍攝 更加可以活動治癒 無論你是左右動 上下動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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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這東西就是拉開 夾了電話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 把它收起來 就是這樣簡單 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選擇買Stabilizer 只用手來保持電話的話 其實也有一點技巧 如果想畫面穩定 我們盡量不要把手機離身體太遠 因為如果離身體太遠的時候 所有的震動都會存在手機那裡 所以如果想用手機拍出穩定的畫面的話 盡量我們用手臂夾緊 當你用手臂夾緊 好像現在這樣的時候 其實手機距離身體位置就近了 然後我們用身體去帶動相機拍攝 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在這個姿勢下 我們人體就變成這個手機的Stabilizer 拍出來的畫面就會穩定很多 第二點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利用混鏡去突出主體 主體可以是人物或是物件 因為手機拍攝比較難做到前清後蒙的效果 所以如果想把畫面的主體變得更加立體更加突出的話 可以把它放在比較自中的位置 觀眾看上去畫面的時候就會更加集中 拍攝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鏡頭跟著或圍繞著主體去運動 例如這個畫面我用了混鏡的拍攝手法 鏡頭圍繞著芭蕉鼠的主體 由葉底開始延伸抬升去拍攝 又或者如果我們的主體是人物的話 鏡頭就可以跟著這個人物去拍攝 當然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不用死顧顧長期拍攝著整個人 可以是不同角度和不同位置的拍攝 例如是拍攝上半身 又或者是低角度貼著地面跟著腳步去拍攝 我用這種拍攝手法是可以帶動到觀眾的眼球 營造出一種穿翼的感覺 加強畫面的張力 第三點 主體近鏡特寫拍攝 拍攝的時候 如果我們經常都每次用一些Wire Angle Shot 會令到整個畫面平平無奇 所以我們會加一些Detail Close Shot Detail Close Shot 就是對著一些物件或我們的主體近距離拍攝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會很少很Close-up地看一些物件 但當鏡頭Close-up物件 拍到不同的細節和質感的時候 就會帶到不同的視覺效果給觀眾 第四 Snow-mo慢動作拍攝 有時我們想畫面的動作顯得更加細緻 更加有質感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Snow-mo這個功能去操作 Snow-mo慢動作這個畫面 除了用手機可以直接用Snow-motion進行拍攝之外 後仔一樣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可以在剪接Software上把影片畫面的速度調低 這樣就可以了 第五點 運用光影效果拍攝 千萬不要看光源 懂得運用光源光影效果拍攝 可以令影片瞬間質感提升幾十倍 我們拍攝的時候 盡量向著光源拍攝 千萬不要背光 因為背光的話 整個畫面就變得很平坦 所以當我們拍攝的時候 多點去留意 捕捉一些有光源有Shadow影子的環境 這樣會令畫面更加有層次感 更加有深度 第六 電影感調色 我個人覺得電影感調色都非常重要 因為它可以影響整條影片 帶給觀眾不同的感覺 通常在我們剪接Software裡面 已經可以做到不同的電影感調色 例如在我們的剪接Software For More裡面 我們可以按去效果 選擇LUT 在LUT下面我們可以選擇Symmetric 這裡你就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電影感調色 可以讓我們直接使用 我們可以Double Kick 漂流一下不同的Symmetric Color 也可以將Symmetric Color 直接通往剪接區看看不同的電影感效果 例如我選擇這支電影感調色 拉到剪接區之後 Double Kick 這裡還可以調整卡通的度數 數字越大 電影感的色調越強 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 從影片裡帶出什麼感覺給觀眾 去進行不同的電影感調色 第七 使用合適的背景音樂和音效 不只是這樣我發現 在我電影感影片裡 除了背景音樂之外 還有音效的配合 為什麼除了背景音樂之外 我還加上音效? 大家聽聽分別就知道了 你搶了一支支配 你搶一支配合 你搶一支支配 我搶一支配合 和合適的音樂配合我的影片 之前我都介紹過 不同的免費音樂素材網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除了運用一些免費的音樂資源之外 另外我都買了一些付費的音樂素材 就像Alice就是我付費的音樂網站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音樂和音效 讓我選擇 當中還有一些音樂是會有人聲去唱的 選擇一首好聽而合適的音樂配合影片 加上不同的音效 是可以大大提升觀眾的聽覺享受和影片的質感的 第八點 電影感開場 想為影片增加電影感 可以在影片開端的時候 加上一個黑幕開場特效 又或者在影片上下兩端加上黑邊框 這樣也可以增加電影感效果 好啦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留言給我 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按LIKE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加油 每一個月的字幕都可以不用遊歸 好好 加油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